一名女子三年前怀孕期间被丈夫家暴陷入昏迷 虽然之后诞下了孩子 不过那孩子却发育迟缓变成了身障人士 这起案件原定今天开审 不过被告昨天突然昏迷送院 案件被迫展颜 被告是41岁的罗斯麦尼 他被控在三年前 也就是2021年6月17号 对当时的第三任妻子加西达全打脚踢 导致妻子头部脸颊手部都受伤 甚至他还用脚猛踩妻子的手背 这起案件今天在柔佛新山地亭过堂时 律师告知被告昨天在击打进行足球训练之后 突然呼吸困难 不省人士入院治疗 因此无法出庭 法官因此则定案件展颜到下个月的9号 这起案件当年轰动一时 因为女子遭遇家暴 陷入昏迷之后 仍然成功地生下孩子 不过这名孩子患有发育迟缓障碍 如今已经接近三岁 体重却只有9.5公斤 伊斯兰法庭今年三月已经宣判 夫妇俩离婚